是誰鳳梨與你已追 默默守護在原地 原來你是我最想留住的心願 今早看了一個很漂亮的日出 就是這個Iconic台灣的酒店 我不需要多介紹 所有來的台北的人 都應該見過這間沿山大飯店 日闊一日 每天都會日出 看到日出的時候都很感慨 因為自己的壽命要少了一天 人從出生開始 就是走上墳墓的迫然過程 都不能逆轉 由秦始皇開始都找長生不老藥 近年好像有些新的發展 真的有隨福想找那種藥出現 這藥是什麼呢 就是可以恢復人體的一種抗衰老的因子 NAD Plus NAD Plus好像我今年的年紀 你是我出生時的四分之一 你有NAD Plus 你就會年輕 你沒有這隻因子的話 你就會越來越衰老 很多問題會出現 會失眠 然後脫頭髮 越來越肥半 肌肉開始減少 腦記憶開始衰退 比抗能力低下 全部關於這些衰老的症狀是NAD Plus 沒有了之後會越來越衰老 為何可以增加NAD Plus 近年科學有新的發展 美國發明了兩樣東西 去增加NAD Plus 一個就是NR 其實幾年前 因為李嘉誠先生的關係 在香港有很多適合這隻True 屈城市都可以賣的 我都吃過五、六盒 感覺沒什麼特別 加設價錢又不便宜 每次都沒有吃了 除了NR之外 另外一隻增加NAD Plus 就是NMN NMN 這個名字很難懂 經常跟MNM差不多 可否用朱古力代替呢 這隻NMN其實是沒有專利的 就不像NR 只有一個牌子True 這就是很多牌子 大家現在去到地鐵站 透天蓋地 明星打的廣告 都是NMN的 其實我初度沒什麼感覺 直到我有一個朋友告訴我 他吃了日本來的一隻NMN 頭髮是兩個月之間增加了很多 腹頭是所有中年男人最痛的東西 因為沒了頭髮 日子很衰老 脫髮也是因為衰老的原因 沒有了NAD Plus是其中的原因 我立刻叮一聲 他就送了一盒日本的Kinis給我 一萬五千 我一看他這裡 畫公仔畫得出場 地中海 去到半年之後 生了頭髮出來的 他是唯一一隻 聲稱 吃完之後 會增加你的髮量的NMN 這個我就有興趣 因為我頭髮 來了台灣之後 過去兩年 突然間是Dramatic 沒有了很多 我本身頭髮都蠻豐厚的 直到三年前做了頭髮之後 我懷了一些水的原因 因為一方水土養一方人 我覺得頭髮多得很厲害 出途沒什麼理解 直到我拍無線的節目 四十五日環遊日本的時候 觀眾說給我聽 風一吹 看到頭髮的頭皮 看到肉色很肉酸 開始有地中海的危機 那時候我就看自己的影片 開始有危機感 因為 攝影師在後面拍攝的時候 很明顯 有一個肉色的一袋子在這裡 越來越大 那一袋子 大佬 不是好得 得頭是男人最痛的 於是乎開始試食這個NMN 其實我現在吃了一個月鬆一點 大家可以看看 其實明顯地 我自己感覺好像是好一點 最明顯的分別是什麼 我早上洗頭的時候 發覺罩裡沒有什麼頭髮掉了 我吹頭髮的時候 因為我家裡的地磚是白色的 地下沒有一大堆頭髮 以前我吹頭髮 地下是馬上要掃的 是掉得很厲害的 這個我覺得是比較明顯的分別 而且那個枕頭上面 早上起床沒有脫十條二十條頭髮 既然沒有脫髮的話 它開始生出來 或者是 我舊友的頭髮都在這裡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 對我來說初步 我現在試了一個多月而已 是有效的 這隻 防折頭髮的叫做Kimes 日本獨家的一個有專利的 日本的一個NMN 如果大家有興趣試一試的話 其實我現在都問這間公司 拿了一個很優位的價錢 試食的價錢 大家可以留一個密碼給我 15000 記得留這個密碼給我 然後我會發一條link給你 你可以試一試 這個NMN證明是有效的了 在人體身上也證明是延緩人的衰老 改善失眠 很多功能 改善你的三高 而那些東西 其實我覺得沒有那麼快看到的 你試一試脫髮這個 如果OK的話 你可以推介給朋友 如果不是OK的話 那就不要緊 因為我是 拿了一個很便宜的價錢 一事無妨 歡迎大家留言 或者推介給身邊的朋友 有脫髮的問題 現在在市面唯一一隻 防止脫髮的NMN